由美国加州政府公平就业部发起调查 针对游戏制作和发行公司叫做暴雪 Activision Blizzard 这家公司的多项性丑闻案 向美国法院起诉 这案件延烧几个月之后 在暴雪就职多年 本身就是游戏高手晋升总裁之后 曾带领暴雪创下全球营销神话的总裁 这个人叫做布雷克 J. Allen Brack 他主动卸任下台了 但是似乎很少听到忠实暴粉表达惋惜的声音 正如一位玩家所言 每一名暴黑都曾经是一名暴白 暴雪员工集体罢工抗议 指出暴雪内部由上至下的兄弟会文化极其强横 不仅这家公司的女性员工 经常遭受到肢体性骚扰和言语性骚扰 在男女员工的薪酬分配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甚至在游戏彩蛋和情节内也存在着许多性别歧视的影子 因此日前暴雪官方公告将移除包括魔兽世界和暗影之境游戏内所有不适切的内容与彩蛋 暴雪内部所发生的任何一项性丑闻都可能将一个中型公司直接瓦解 何况近年来的争议那么多呀 暴雪还有救吗 接下总裁职务的接班人有两位 分别是珍、Jan O'Neill和迈克、Mike Yabra 都是公司的心血 迈克曾在微软的Xbox游戏团队担任总经理 加入暴雪两年 珍加入暴雪的时间更短 才半年 她曾是另外一个游戏公司的负责人 本身也是女性领导人组织的会员 这个女性领导人组织呢 英文是Women Presidents Organization 暴雪大刀阔斧的人事变更意图很明显 是为了重新树立楷模 公司发布文告说 将智力打造 让所有女性以及任何性别、种族与背景的人都感到最安全 且最受欢迎的工作场所 显然 暴雪在尝试重新树立楷模 不这么做 就没有可能踏上东山再起的途径了 中国很早就有女性力量开模 唐代传奇《风尘三峡》 写《求软客》与新婚夫妇李静 还有洪福女首次会面 在一座客栈的后院 这个洪福女解开一头泄地黑法 对镜梳头 李静呢 则在院子里刷马 两个人平静从容 好一幅甜蜜的景象 不修蝙蝠的求软客也到了客栈 发现了宝贝似的 老是不客气从驢子上下来 一屁股斜坐到炉火边 直勾勾敲着洪福女书头 这一看 连眼神都猥琐了 风雨欲来 李静是一个正常的人 勇敢的男人 而房内正好有一把线 洪福女的处理方式却不同 她在丈夫即将爆发之前 单用眼神就制止了她 上前请教求软客的名姓 发现两人都姓张 就立刻败为小妹 三言两语将一腔色欲 化为古老兄妹之礼 又换丈夫前来拜见兄长 大谈天下局势 不知不觉间 便消解了双方的恶意 若是叫一个正常的 勇敢的男人 出面处理这种事 不仅总是两败俱伤 后边也不会有 歌颂千年的风尘传奇 天文物理学家泰森 Neal de Grasse Tyson 怎么说 在科学领域 当我们把人类行为 纳入方程式考量 就会得出 非线性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很简单 社会学很难 社会学很难 单凭男人的能力 解不开社会的谜题 所以唐代文人 早已开始在女性力量中 寻求楷模 今天现代人的女性楷模很多 哈利波特的赫敏是一位 新西兰的孕妈兼总理也是一位 然而人生一世不过百年 在生活中 能提升自己思想和心灵层次的人 至今我们拥有几位 能指出长久不变的真理 让普罗大众 得以长久仿效行事的人 至今我们拥有几位 找到不变的原则 就能够歇下遍地寻找楷模的功夫了 婴幼儿刚刚踏入世界的时候 非常欢乐 对所有人都敞开 那过上几年之后 经历过一段生命的洗礼 大家都开始知道 没有哪一位大人的言行举止 是完全正确的 一个成年人会懂得 从闲才身上寻找闪光点 但不会全心依赖某一个闲才 舍弱一位聪明的青年人 进入了清华大学 发现数学系和化学系教授的课程 真是顶尖双塔 但说不定教授私底下风平不甚好呢 于是他在这名教授身上 学到某一个闪光点 在那名教授身上 学到另外一个闪光点 最终青年究竟在师从谁呢 真是费解 是师从清华大学这个招牌吗 那是百年前的清华大学 风气和今天一样吗 百年后的清华大学又会变成怎么样呢 连风尘三峡市的正义 在今天的中国都有些行不通啊 连暴雪曾经的营销传奇 在今天的公司文化里都有些不适任 十年前的男性楷模和女性楷模 到了今天都已经替换好几轮了 如果能找到一样人或事 既符合普世真理 又能因时至地 并且还是恒久不变 相信许多人 就能够歇下遍地寻找楷模的功夫了 这样的人与世在哪里呢 圣经希伯来书是三章八节 如此宣告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你需要一个楷模吗 你找到自己的楷模了吗 来认识它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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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